第九题,甲A柄三物体做直线运动,其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如右图所示,假设三物体的受力方向与其运动方向都在同一直线上,且质量分别为1公斤,3公斤,5公斤,若三物体所受的合力大小分别为F甲,FE,F柄,指责其关系为何。 如果这一体三个物体的质量都相同,我们可以单纯的从VT图的加速度看出来谁的受力比较大,但是这体质量不一样,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第一个,要算出我们的加速度,我们说VT图直线求加速度,直线需要两个点,两个点带进去A等于DeltaT,DeltaV求加速度,然后呢,再带进去我们的F等于MA呢,去求受力。 那我们的甲,我们的0秒的时候是0,3秒的时候是12,所以呢,它的加速度是4,那么F等于MA,甲1公斤乘以加速度是4,所以它受力是4牛顿。 我们的乙,我们的0秒的时候速度是0,6秒的时候速度是12,所以呢,它的加速度是2,那根据F等于MA,它的质量是3公斤,那么它的加速度是2,所以它受力是6牛顿。 而我们的并,那么它的0秒的时候是0,12秒的时候的是12,所以它加速度是1,那么带入F等MA,它的质量是5公斤重,那么加速度是1,所以是5牛顿。 因此,我们发现,我们的受力大小呢,是1,大于0,大于甲,所以第9题问我们说,之后三物体所受合力大小分别为F甲,F1,F0,则其关系为何? 我们答案选的是A,F1,大于F,比,大于F甲。